各位朋友各位菩薩大家晚安 大家好 阿彌陀佛 我們繼續來看離比蘭島居士的內典講座之研究 可是我現在在上傳我們剛才 上的流通分一起讀的流通分 已經圓滿了 我現在網站都沒辦法開了 頻寬被占滿了 以前沒有那麼嚴重過 那我就沒辦法複製他那個文本 那我們就先剛好以二 這裡已經圓滿 以二 以三圓滿我們接下來是以四文體 那我們以二之前的那個 還沒看過 那個注釋還沒看過 內典講這 之研究我記得有個學技 就是同修提到的這個 這個 霧文法 現在也沒辦法查 全都撕掉 太誇張了 好那我們 之前看過這個版本沒有加掛號的比較差 很明顯的這裡有調製 那我們就以這個本本為主 他可能有教定過 那我們從哪裡開始呢 我們就從 他這個注文裡頭有加掛符 一直要從很前面 剛好看一下他們的注釋 因為我們之前都會回去看一下 注釋 我們好像從甲一晶體分析之後 就沒有再看 晶體都沒有 往前 這個相對我有印象 這裡都看過 假衣晶體分析 假衣晶體分析 我們現在還在假衣的部分 到了乙四了 文體 乙三圓滿 這都屬於假衣下面 假下面歸乙 乙晶體 乙晶者 我們這裡都圓滿了 經態三分流通分方圓 我們今天本來要先 文體的 看那個傳亡 還要兩個鐘頭 所以我們可能 今天可能先這樣 這個 先從晶體 以晶體再來看齊 提為全晶結晶 一為晶逆 所以 如廣之鋼四 一之零 這一些他都沒有做事 我們都很詳盡的講過一次 一起讀懂 守在提綱界領 這是欲掌握事理的重要部分 這都是概念式的 知道就好了 這是我們的提法 突然廢棄 講我們還討論過這個堂子 空序就是這個圖字 突然就是解釋這個堂子 廢棄就捐棄 這好像我們也讀過 沒關係再複習一下 再來 這好像就比較沒有 若延學知識居多 就是聽眾的學問 當時是聽眾的程度 如果是延學的 讀書人比較多的話 自不防如法 自不防如法眼數 所以他說這個眼是開展隱身 所以有一個詞會叫衍生嘛 衍生意 來我們就用他這個吧 但是要使用 可是這個我要切換到 這個才行 衍生意 所以有一個詞會叫衍生意 所以有一個詞會叫衍生意 請問我 腳點放錯也不行 放在這裏 右邊很穩 切換不過來 進來他就變英文 然後這樣 這個道理 這個是虛擬電腦裏頭不對 因為我這個錄影城是實體電腦裏頭 所以應該是切換那個外面 外面實體電腦這裏才對 切換外面這裏實體電腦 所以邏輯很重要 邏輯你看搞不通的話就是這樣 實境秀大家也都看到把它擦掉 一樣 有一個詞彙就叫眼生 眼就是開展開來推眼開 還有一個詞彙叫推眼 推眼開來 做隱身解實同眼 當這個眼有隱身的意思就是同眼 我們說演化 我們說大金節演繹三國演繹 也是這個意思 推眼開來 原來文字可能沒有了 這有點類似賞吸也類似 就是把它演術 演術 否則僅解體意 編其依法啟修 恕呼 我們叫做恕姬嘛 所以恕呼也等於幾乎 我們白話在用幾乎 白話比較不用疏呼 幾乎都在用 疏呼就幾乎近似差不多 疏呼以可 疏呼以可 我們講的時候提過其實就可以 倒過來 可以倒一下 這也是我們常講倒序 倒序讀法 沒什麼 倒序重讀 再來 必逆之五全 那個逆很熟悉對不對 我們上一節課好像還提到 他那也是舉逆化地自現嘛 網頁已經 修不出來了 我們科文這裡有 對不對 他說你不要畫地自現 這也是逆機制的話 這個逆是一樣的 禮兵暖和二者 這裡用了兩次 必然逆直五旋 一定要什麼 必定要 拘逆在 不知道變通的拘逆 直的五重旋意去解體的話 那如果觀眾 聽眾的逆不好的話 恐怕 逆征他們的炫禍 迷亂而沒有主張 這裡戴和二者不大對 沒有主張什麼意思 應該主要是講說他們聽不懂比較對 聽眾沒有主張 怪怪的 帶回去翻譯不大通 這裡或就是疑惑困惑 就聽不懂 那炫就是眼花流亂 我們說暈眩 特別就是這個炫 我講 聽不 鴨子聽雷 他有個俗語 鴨聽雷 打雷了鴨就會講聽雷 其實他聽不懂 聽不懂 那些後裏就聽不懂 聽沒有 接下來 一樣這個把它擦掉 通別惡意裡頭 你看全都沒有注釋 我們就略過了 我們前面的課 那勢提之法 亦非率然 就率而常乎 草率的帥 有輕易不慎重 他根本跟你講 帥跟草率有什麼關係 所以這種傳統解文的 注釋翻譯 不好就在這裡 他不跟你講解這個字跟你生活裡頭用的字 你看這個也不是生字 因為跟你生活上關聯你才覺得很親切 不要覺得學古文要學另外一套 沒有 生活裡頭草率 你這樣也知道草就是帥 帥就是草 我們說草草了事 就是帥了事 沒有人說帥了事 帥帥 通常是 人長得很帥 對不對 對不對 帥帥 所以同音字很多嘛 裡頭同音字不容易分別 你講帥帥人家想成帥 所以這種書是我們要經過經一番講解 比較好 帥就是草帥 帥就是 輕易而不慎重 帥為什麼有輕易而不慎重的說明 我憋一下 六合共修 我同修 幫我在台北 零言三世雙心小書請 雖然講的跟內典有關的 和很重要 再來 接下來 我們也解釋九分鐘 詞與識別不同之典及 此時重在訓國 訓用通俗的文字去解釋 詞意 訓這個意思就是我們用通俗的文字去解釋詞意 就是 再講白一點就用白話文解釋文言文 那古是用當代的話或叫通行的話去解釋古語或方有 那就更像白話文解釋文言文的意思 訓古 他這裡分兩個字 當然是比較精密 我們 以我們的程度 知道他都是解釋詞意就可以了 就夠用 訓古也可 分子解釋古書中的句字詞意 的意思 的意義 這很好 表示 訓古不是 光就這個 詞意 詞意去講解 整個文語 一句話的句詞意甚至整篇文章 都可以 都可以包括在訓古 其實像我們這樣一起讀 還有我常說的說解 解說 就是在訓古 那意作 訓古 你看 訓古 上過我們課 一起讀就知道這其實就自行結構換部首 對不對 這個古字是從岩部 對不對 那個固從撲部撲寫在右邊而已 你把鋪部改成岩部不就是這個古嗎 把古代的古寫右邊 把古代的古寫左邊而已 隨時都自行結構換部首 所以為什麼訓古也通訓古 就是這樣通的 換部首 部首不一樣 位置不一樣而已 那也叫古訓古訓不就是訓古倒過來 是我們哪個方法 倒序重組 所以你說方法重不重要 我們逃出我們的 如來佛掌心 雙 雙掌剛好十隻手指 就是我們十個方法 對不對 對啊 他為什麼也叫古訓倒過來就像我喜歡用的 縮解嘛 其實就是解說倒過來講而已啊 因為他古就是訓,訓就是古嘛 他同意附詞 他這個分兩個 我剛講過這個比較精密精細的方法 當同意詞讀就可以 再來 應該 方程其 曼 煙 曼我們那時候有還是蠻 標準讀音應該沒事臉不差 這念慢也可以因為你看 這個部首是上面那個標部啊 頭髮那個上面好像念標 你改成 三連水不就漫畫的漫嗎 三漫的漫 對啊 所以他可以念慢 那如果念蠻呢 你看改成 食部不就是蠻頭的蠻 對不對 食物的食啊 那不就蠻頭,蠻頭就是右邊寫這個漫 所以聲調不重要亂變的 那你背的好當然你比我強啊 我就不喜歡死背這一些 背也表示你記性比我好而已 學問也不一定就比我多 比我大對不對 這沒有學問的 這是靠死記 真正有學問是你懂 他聲調不重要 還有他自行結構裡頭怎麼構置的 有何含義 那為什麼讀這個音 所謂的知其所以然才是學問 知其然未必是學問 你今天一個小學生一個沒讀書的人 讓他知其然 知道很多事情 他也是好像很有學問 可是他知道了不知其所以然 就像我們白話文程度 那不是真的有程度 對不對 白話文裡頭為什麼用這個字 我不知道像我們常提的 所以 怎麼讀啊 於是怎麼讀 雖然怎麼讀 自然這麼多 然後會去讀解他 解讀他 真正懂他 裝飾用的花環 為放文 收滿 我如果照英文這樣 收滿或撒滿 的意名 所以他 其實翻那個滿 因為 中文 聽老闆 正常講 中文喜歡省略嘛 所以就省一個 就像阿羅漢省成羅漢 對不對 菩提薩朵省成菩 那收滿就只收個滿 對不對 所以他是為了翻譯這個字 可能造的這個字 翻譯這個音造這個字 這個我們講解的時候好像也有稍微參考過他 那其他這裡都沒有註解了 我們繼續 要以身巨族式 巨族人民諸法三種都有 這個也講過 定二變體 變 這個 變體民眾我都有點煌糊了 之前學過 我們還是把握時間 專心看他注釋 南緣北側其實是個成語 假如你不知道程度是有點漏了 有一點LOW比較低 這也要去補稀 一般生活還會用這個成語 車之源像我那時候講過這個類似現在的保險桿 以前是駕牛車馬車 車園就是 馬車這個本體 它前面有一個可以掛在馬背上或牛背上那個東西 就叫圓 那如果你念圓朝向南 當然就表示馬和牛的方向朝向南 那你怎麼可能往北方走 所以叫南緣北側 而車之側向北 你往北方走才會有那個車側 車側就是車的痕跡 因為以前的地不像現在是 柏油地那麼堅固 以前的水泥地 石頭路 而且不是水泥地 泥土地 車走過一定會壓下痕跡 或者草地 油炎背向而馳或背道而馳 兩不相謀 這個謀就類 兩不相類 兩不相同 同一類 某就是同一類 同一屬的 同一掛的 所以 某有同的意思 就是兩不相同 或兩不相合 這比喻行動和目的 彼此相反 這比帶行動 此帶目的 就是彼此 這就是代名詞 你要知道彼此兩什麼詞 這就是行動和目的這兩者 互相相反 當然沒辦法得到目的啦 因為你行動跟目的相反 就是南緣北色這個成語的意思 再來民宗裡頭 則 虛多其 虛就迂迴嘛 迂迴怎麼樣 所以它有迴繞 曲曲的意思 所以你看曲它其實是同一步子 它有曲的意思 後面就是曲之 曲曲 曲是曲折 我們像卑躬屈氣般 膝蓋彎曲嘛 所以曲有曲折的意思 其實還是彎曲的意思 那迴繞我們剛講說迂迴 對不對就這個迴字 可以寫這個迴也可以寫 字形結構 換步手加的哪一個迴 錯手旁的迴 迂迴 當然我們現在迂迴通常不是寫這個字 字形結構換步手變什麼字 這個 對不對 迂迴的迂 把密布改成錯手旁而已 其實這是一樣的 你懂我們這個方法 是不是左右逢遠 很多都好像別具之言 獨居之言就可以看穿 看穿 知道X光影照 就知道換步手 兩迴通 就是這樣來 繼續 分道楊喵這個要解釋 好吧 就像南原北側 所以它其實有些該注釋的 反而不注 像分道楊喵幾乎白話也在用 那不錯 它這樣至少跟你解釋標什麼意思 你就知道 原來分道楊喵或什麼用標字 不用標準的標 因為標準的標沒有馬口中的絕環的意思 其實標應該就是類似所謂的馬駱駝 把嘴巴套起來 你才能套姜聖 是不是 那種東西就是 馬駱駝 馬 好 暫停一下 好我們繼續 因為剛剛 設定說那個網路都塞住了 傳3MAY 現在改接了這一個 很奇怪 只有Total Link 可以3MAY 我們加另外兩個 Dlink 還有另外一團 都只能傳1MAY 原來以為它可以跑3MAY 已經沒有了 這個好處是我們 資料終於可以看 等一下我們就繼續獎金 我不敢用錯詞 不是獎金就是 可以取這個材料 我們繼續一起讀 文體有沒有出來還蠻順的 因為它的頻寬上很小 才 沒關係就給它慢慢傳 等到沒人在用電腦的時候才傳 才好 沒有那麼急 好回來這裡 標就是馬口 馬的嘴巴中間 咳 咳的 咳咳的 咳咳的絕馬 咳的那個環 外系以小鈴 在那個 他咳的這個環外面會系 以小鈴 就是以小鈴來系之 有沒有 以這種 購句都倒過來 讀 以小鈴系之 系之誰 系在那個環上 這是代名詞往前掃 就是這個環外面會有 小鈴系在他上面 所以要倒過來以小鈴系之 揚標 驅馬前進 揚標就是驅馬前進 因為把這個標揚起來之後 那個馬就 啊 對不對 你看那個對啊 因為你一拉馬 一揚 所以你手一揚他就把那個馬落頭拉起來 所以叫驅馬前進馬就往前走 那奮到揚標這裡少了下癮 本子人的財力彼此相當而各有千秋 其後引申為惡人分手而別或意見不合 而各行其事 這應該我就不要再講解 類似白話文 我花時間 這個還好啦 他的注釋其實 只能聊勝於無而已 我們就事論事 神聖人 我不相信你們都讀得懂 我們沒有一起讀的話 我當然不是講有程度的 那個菩薩 要沒有 語文程度或者文艷能力的話 光靠這個注釋是沒辦法 那這裡又有一個 他這裡反而漏掉了 沒有刮鬍 前面還有刮鬍 他還有漏掉 通常他注釋會加刮鬍 他說牛、羊、馬、製 馬乳、牛乳或羊乳或馬乳 這個乳是 連上面三種 製成半凝固或凝固的死筆 就叫酪 這就是我們一般所吃到的乳酪 酥呢 煎牛、羊、乳 而得之、油之為酥 就像我們現在吃的那個菠蘿麵包 奶酥麵包 就是奶酥 是煎牛、羊、乳 把他們乳拿去煎 而得到的油脂 這種油脂就是酥 像我們來吃的金牛角那種 都是用油酥 奶酪去弄 奶酪就是奶酪 酪也念酪 因為像我們酪下什麼東西 自由酪體對不對 通常我們也會說酪下狠話 這個酪也可以念酪 因為他都從右邊的歌成得音的 歌就各位個人的歌 好像前面講的馬酪圖那個酪 連酪的酪也可以讀什麼 為什麼會挑到最後面 是按到什麼 辛苦 這個酪也可以念酪 還好現在網路是順的 上傳的瓶框很窄 沒有被站住 還好蠻快就來了 好再來是 醍醐是什麼呢 五位之一 哪五位 這沒講解了 還要去查詞 我也不知道 因為這種 名術 名相 都是專有名詞的範圍 不知就是不知道 名術 名相 這就是所謂的專有名詞 或專業知識 哪五位不知道 反正就是醍醐是五種味道之一 製製 牛乳 就可以倒去從 主怎麼讀的 製牛乳製成的 對不對 他的製造是來自牛乳 你直接翻譯是製造來自牛乳 那你也可以倒去讀 法就是 從牛乳來製造成的 製成的 魏宗第一是五魏宗的第一名 蔡宗也是第一名 所以以醍醐 比喻最上等 所以醍醐來比喻法華 再來 其他 都沒有小字了 這裏又有加瓜虎 賢才用 所以要念賢 少也 少的意思 寡連賢詞的賢 那寡連賢詞白話還是用啊 我們一起讀你就發現我們特色 你要跟你生活做關聯賢詞 少也好像背個繩子 你都沒有跟你的生活常用的寡連賢詞做個聯繫 假如你覺得 寡連賢詞的賢 還有巧言令色賢以人的賢 這樣你就會覺得很親切 又複習一下巧言令色賢以人 寡連賢詞的賢 不是很好嗎 這才是教學相長 溫固之心嘛 溫固 溫習我們舊有的 曾經學過的 像寡連賢詞 巧言令色賢以人 之前學過的 或生活都在用 把舊的溫習一下 然後知道新的 對不對 這一句也用那個寫 對啊 這樣才是有機的學習 不要說死貝 此外亦有作輪貫者 他這裡解釋輪貫的輪是什麼意思 就是親絲 神 青色的絲繩 辮辮子 糾合而成的 叫輪 引申為規劃 好像把青色的絲繩 然後 把它結 那個結成辮子 青絲繩辮 糾合而成 糾合就聚合嘛 戳在一起 引申為規劃 把這些絲繩 戳合在一起 就叫輪 就好像把很多紛亂的頭緒 我們講頭緒的絲不是也是絞絲旁嗎 也是蜜絲旁 對啊 所以都是拿那個 絲繩的那種 自然現在來比喻人事 我們講過自然和融合相通 生活就太多這樣了對不對 你要比喻就拿 常拿那個自然氣體的東西來作品 然後這個 人成 就是高峻 突兀的樣子 就是山長得很高 很突兀都是很高 高峻就突兀 我們講過這種放在一起的 通常就是怎樣 他字一定有方 有點像相對位置有相關字 就放在一起 要嘛就是反義父子 同義父子 通常同義父子比較多 因為不會前面講那個後面跟他做對嗎 這樣你行文邏輯不就有問題 所以高峻就是突兀 他全是龍城也是 就是很高峻 山長得很高 山很高的樣子 這裡不必 殘雜他利 或顫雜對不對 我已經忘記讀二聲還四聲比較對 可以查嘛 不花時間 錯亂 所以 雜錯期間嘛 錯就是 交互錯衡 有沒有 盤根錯節 那個錯 交互殘雜在一起 所以你就知道錯誤的錯怎麼來了 為什麼說錯誤 因為他交雜了嘛 你沒有對上號 所以錯掉 錯失兩極對不對 錯掉沒有對上 錯亂 我一直都 亂了 當然沒有對上號 所以錯對是這樣來 他意他明 倘友必須互相對照之處 不妨 他明就是 他意他明 這裡要考究一下他解釋明是文字 這個我們也提過 因為像 誓題裡頭講到題名 就是講說題目經題裡頭用的字 那你的明有字的意思 我們講過對不對 因為明也是用文字取的嘛 所以明有字的意思 我覺得他意他明 我們在我這裡怎麼搞模糊 開心視窗 這裏是在講意經者 這裏是在講意經者 文字應該不對 這應該是說意經者其他的名字吧 其他的文字 說文字也對啦 就是他 其他的翻譯本 還有其他翻譯本的文字 文字一定不同啊 你可以採用 不能亂了他的體系 所以這裡明讀文字是對的 因為這裡是講意經者 才講某意 因應某種為主 不必掺杀其他孔案其 可是雖然怕 孔案其期 可是其他的翻譯本 其他翻譯的內容 結果就是他的文字 如果 就躺有 必須互相參照之類 也不妨掠言其概 對 所以這個名不是名稱 他這也是注對 因為不同的翻譯就不同的內容嘛 內容就是文字啊 文字內容 考株驅禮 驅禮是禮記篇名 我們講的時候有聽過 委屈說禮之事 不約驅禮 所以這個委屈就是有委屈詳盡 的意思 這叫驅禮 不是彎曲他 這個是委屈 這個委屈是詳盡的意思 那個委就是事情的原委的委 就是事情的本末都講得很清楚 叫驅禮 再來 再來 這裡就沒有了 驅禮 驅禮你看那些什麼白馬仕啊 逍遙遠他都不住了 反而死聖 販子一般記載歷史的數據 我們稍微提過 這裡是念聖跟大聖小聖一樣當名詞 這也是 史書的意思 正吊就是咬呼東西 正搖呼東西 那這個就是 偉大不吊的吊 吊就有 搖動的意思 所以 佛教裡頭有一個詞會叫吊矩 吊矩也是搖動 心念搖動 意念紛亂 靜不下來 這叫吊矩 矩也是有抬高的意思 舉起來 吊也是搖動 就表示靜不下來 然後萬念紛亂紛亂紛亂 Burns 你說 這個舉起來 God 搖起來了 聽不上 诗族中教床指法床 圆筒行之契约床 其佛法之一对 可是我觉得这里是 借法床来比喻我们说经 讲经说教 不是佛法 他这里是说 你可以看到当时讲经说法 还有翻译这种 佛学的这种盛况 不是讲佛法本身 应该讲传法比较对 传佛佛法 这个蝶毛他反而没有改字了 奇怪 没有没有 他这个 这防本没这样 也没有好到哪去 他这个蝶毛其实要合这个 好像这个防本比较好 该不会这个比较好 难道我记错了吗 这个在哪里 这是秉二义处 他这个已经自己造那个字了 秉二义处 这个是对的 到底哪个版本比较好 看起来这个比较差一点吗 那个还造字 这个还用刮号比较虚一点 好吗 看这个好 变卦 看到这个觉得这个版本比较好 再看一下他下一个 诸词写在文章 序拔类一般的一般情形就是一类 一般情形就这一类 这类可以翻成一般多有序有拔 写在文章书册画册或书籍后面的文字叫拔 它是全是拔 通常序不会写在后面 可是古早时候像实际太子宫秩序也是写后面 只是现在一般序在前拔在后 或曰变言 变言是书籍正面前面的序文 对 可他没解释变子的意思 变言还是帽子 帽子戴在头上 所以叫变言 就好像书籍在最前面 人身的最上面 我们说上下文就前后文 对啊 上可以比喻前的意思 当时义论华兰就类似义论华兰 华兰心中人多声音嘈杂的样子 声音为什么嘈杂 因为反对嘛 我觉得你这样讲的太怪了 对不对 就像现在如果讲台上有人在演讲 下面有人窃窃失忆 就表示他可能不太认同上面讲的话 对不对 或觉得上面讲的话很惊奇 你怎么会这样说 当然就表示反对的意思 不太认同 称为弥天 这里就一定 他这个住的很好 我们那时候读 有参考的 弥天原来这是专有名词吗 对不对 原来就是道安和尚的别号 靖道安法师 自称弥天是道安 别号 相信道安 你不知道还以为弥天是什么 弥满天空吗 还是什么 专有名词的 专有名词的 我们这一课竟然也33分 再来续分 快圆满了 续分 非同天降灵文 鸡盘软笔 我们讲过他这里应该顿号 所以我们才觉得这个版本比较好 封号是犯错 这个是对 是因为这里才觉得比较好 可是他这个字是比较差的 对不对 所以两本互相参看有好处了 那我们还是回来这里 这个比较好的 标点标对 这里标点标错 怎么可以打封号 非如同这两个情形 好像天空 天神降下了什么奇怪的文字 神灵异的文字 鸡同托的盘 沙盘来写这个软笔神教 神教 神明托写的字 软就是神软 神明的软教有关 也可以写这个软 一般是写这个 所以叫金软殿 有没有 下面是金度 所以可以说是 自行结构 换步的时候 我们也把它秒步改进步 那鸡是真谷问尼的一种方法 如伏鸡 伏鸡用沙盘撑鸡盘 这个已经讲得很清楚 那鸡是鸟名 古称四凤 古时候称呼 古时候曾经有人说 这种鸡鸟很像凤凰 伏鸡又称伏鸡 鸡笔指伏鸡所用的笔 就是这样 那我们刚刚讲这个鸡 其实叫神鸡 都不会是鸟 鸟跟神明有什么关系 所以这是借由这个 应该是通甲通的鸡才对 这个鸡原来是人间帝王的神轿 人间帝王的轿子 用来比喻帝王也都可以成轿 当然神明天地也可以成轿 所以这也是就像借贷格 这属于帝王的车子 轿子 我们现在讲轿车 那就来借贷帝王本身一样 借贷格 知道借贷格吧 这三个字 可以查一下 王罗就知道 修持的一个数 格就是这一个格式 这一个 条 那个规矩 就好像前面我们读这里有提到的 有没有 那个 最后 精神定式的式 借贷格其实就是借贷式 大家已经共同遵守了一些模式 一些规格 规格 规格不就规矩 所以那格有规格的意思 修持的一种修持格 所有格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规格规矩 再来是 这里 苹婆 苹果的别名 所以他直接就翻 解释成苹果 所以我们在讲习的时候 那时候查看语大词典 有没有 博学大师也是 他就直接讲苹果 那就苹果 这好像另外一个说法 国语词典 苹果加广 苹果是指另外一个 不等同于苹果 再来正宗分快圆满了 正宗分 一样把它擦掉 也都没有小柱 只有这里有一个 买毒还出 这我们讲过 毒 他这也是毒 就是柜子 其实是盒子 柜子太大了 其实是一个木匣 木盒 小木盒 珠宝一定都 装在那个木盒里 那利 买毒还租 他利不知道什么意思 举利吧 有一个买毒还租的成绩 这个我们看过 出自寒杯子 我们大学国人选 这一次就有上到这一课 我到时候只要有空录 一起学的话 你可以到时候参考 现在比较没空 所以先入博弈夜转 因为学期快结束 让学生参考 准备期末卡 一直买了装租的柜子 盒子比较对 确保租还给卖主 柜子这里有点错误 柜子 一般知道柜子很大 装衣服 装五斗柜什么的 盒子 柜子太大了 你像宝珠一般都放在一个小墓盒 墓霞 所以这带回恶座是人情事理的恶座 你这样翻译就不太对解释 谁会拿一个那么大的柜子 去装一个宝珠 不合理 所以他是对错问题 不因为他是大德居士 或什么 假如我们就迷信存畏 不能这样 要实事求是 所谓当人不让于司 我爱无事 我本来生意 细绝为厌 就细嚼慢厌 能解 能够理解 见词庆脾之趣 庆就渗入 我们讲话就庆量的意思 量到心坎里 脾之内障 不一定是脾障 我们那时候讲的时候没有提到 这也是类似前面提到借贷格 用脾障 脾障也是人很重要的器官 用脾障 比喻到你的身体内部 能够渗透到你的内部 感受到这个水果 苹果的好处 好湿 香味 它的汁 它的味道 吃了之后通体舒畅 好 接下来 富裕是香气容易的样子 这个讲过吗 特别解释为什么重了富 对不对 有往富 年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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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富一年 他有重复 好像弥漫在空气中久久不散去 对不对 他这个就没讲 讲浓郁 其实郁就是浓郁的郁 这也是写郁金香的郁 所以大陆现在简化字就写这个 不写这个 笔画太多 这两个其实是同一字 香通 那这个香也讲过香气 富族就是香 行生自章 通常行福不守 就表达他的意 下时即下历 金之浓历 所以 我们在读的时候 有看到 那炎回未远 说要治理一个地方 怎么用啊 公子就说你要行下之时 行就是采用下时用的这个历法 就是我们现在海盗来用的浓历 那洛呢 就大行木车 或念路 大行的木车 用商朝做的大行 免呢 那要戴那个周朝所制定的这个祭福的冠 我们讲完美的堂皇 帽子 祭福就是祭拜祖先祭司大典时候穿的衣服 我们现在有 对不对 清明祭祖啊 那种祭祖仪式 老法师他们都恢复 你可以看到 对不对 很正式的服装礼服 是不同时代的文物 是对啊 夏昌周对不对 不同时代 夏英周 你都要采车 不会专取一家 那样 可以参采互用 互相参考啊 采用 互相来参用 原文出字 论语为灵工 这个我们都看过了 再来 无灵俗锦 灵是有文采的细致私之品 重要是 观念的是私之品和细致 表示怎样 甚至有文采 表示不一定不错 就会被你的钱包乱捡 对不对 就像金本本来是很好的东西 可以普利众生 就被你乱分乱判 金开三分你爱乱分 变成金开五分 金开原本 就完了 金本都被你搞乱 那古代以吴郡出产 吴郡就是我们讲过苏州 吴郡出产为最 最著名 是最著名 就为是 古代以吴郡苏州这里出产的 灵是最著名 所以叫吴灵 那井呢 则以蜀地出产明天下 井部 别的地方没有比四川 蜀地这里出产的更有名 所以叫 所以就称为蜀井 不叫台井 台湾出的不有名 所以不叫台井 类似这样 台湾出的香蕉名 有名可以讲台郊 对不对 所以有一句俗话叫什么 我们在那个 考试考大学的时候 台湾有一句俗话就叫 考试要叫台青椒 对不对 他就写这个台湾的台 青椒 青椒就是香蕉嘛 然后他变成台大 清华大学交通大学 叫台青椒 这通常是什么呢 这通常是 李公主啦 清华大学交通大学 文理的文法的就不一定好 李公主都要考台青椒 其实就是台湾的交换有名 那这里是零楼筹到那家 武汉属有名 台湾是交友 好那这样我们就刚好 又圆满了 就带大家看这个 这个版本里头的注释 接下来我们刚好进入 以示文体 今天已经起点了 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我们接着看以示文体 阿弥陀佛